1月13日 台湾举行了世界瞩目的总统大选 以及立法委员选举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在三方角逐中胜出 最终赢得总统选举 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官网 公布了开票结果 赖清德558万6019票 占比40.05% 侯友宜467万1021 占比33.49% 柯文哲369万466票 占比26.46% 这一结果也使民进党 成为总统直选后 第一个连续三任当选总统的政党 赖清德在胜选后发表演说 他说道 感谢台湾人民 共同写下了民主的新页 并向世界展现了对民主体制的珍惜 这是我们永不放弃的坚持 作为2024世界大选年 最瞩目的第一场大选 台湾缔造了民主阵营的第一场胜利 台湾告诉全世界 在民主和威权之间 我们选择站在民主这一边 中华民国台湾 会继续和国际民主盟友 并肩同行 1月13日 在台湾大选投票开始后 有网友注意到 中国官方有意淡化了这一事件 以微博为例 在台湾选举的微博话题 短暂登上热搜后 该话题随后便遭到撤下 搜索时会提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该话题内容位于显示 而之后 微博再将台湾大选 以及2024台湾大选的话题封禁 另有网友注意到 在台湾大选开始计票后 微博热搜榜出现了一个名为 微博之夜内场的话题 该话题由微博官方指定 无主持人在短时间内登顶 有不少网民在该话题下 指责微博利用 微博之夜颁奖礼 冲淡台湾大选的消息 在赖清德与萧美琴 以当选总统副总统身份 出席国际记者会 并宣布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 和立法委员选举已顺利完成的同时 微博热搜榜前10话题 无一与台湾议题有关 而更多的则是娱乐相关新闻 中国数字时代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 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 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 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Telegram平台项目投稿 为记录和对抗 中国网络审查做出你的贡献 投稿地址请见文字简介 阅读更多内容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